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有着一个遗族村落 多年以来他们依靠双手 顺着几乎垂直的斗岩和树藤与外界保持着往来 这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而且几乎与外界很少来往 这里上下山只有一条不到40厘米宽的路 都是用野藤子拴在上面的树桩上 拉着野藤子往山下移 村民们上下山要是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坠入斗崖 死无掌身基地 村里的小猪大多数都是从山下买来的 羊大类只能够自己吃 因为实在是没有人能够把一头几百斤的猪背下山去 在这里从外地转嫁过来的媳妇有了一直到死也没有回屋娘家 即便是男人们下山的机会也很少 但是幸运的是2004年当地人终于在石壁上凿出了天梯 打通了唯一与外界交通的通道 一条长约三公里 垂直高度近一千米 宽度不足一米的罗马道 虽然依旧陡峭 但是比原来的恒天好太多了 上山只需要两个小时 看来天无情人之路呀 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开出一条路来 村民的日子总算是好过一些了 那些外地媳妇心里也有了希望和期盼 至少可以回娘家了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点击关注 陆递 钢瓷 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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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瓶